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略机遇期这个词呢是在最早是在2002年十六大以后这个胡锦涛提出来的 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呢世界经济刚刚开始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 世界经济有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呢比起世界经济来的话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这个存在着通货紧缩的问题 所以世界经济当时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呢 不如世界经济的这个势头好 所以当时胡锦涛提出来我们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 抓住世界经济有一个向上走的机遇 来促进国内这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那2002年提出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那么在最近呢各种文件里面各种报告里面依然提到战略机遇期 现在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 但是现在的战略机遇期呢和当时2002年提到的战略机遇期 是有一些不同了2002年的时候主要是要抓住一些积极的因素好的方面 而现在呢我们再提这个战略机遇期呢 就是既要看到有积极的因素有有利的条件 同时也面临着困难和这个问题和一些挑战 那么如果要讲这个有哪些积极的因素 比较有利的条件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它的经济和社会 那第一个要提的呢应该讲是十八大 去年召开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呢 确确实实是在很多方面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 我给大家谈一谈这个体会 举一个例子来说 为什么十八大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些这个任务呢 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更好的条件 十八大呢提出来一个概念 叫做有两个翻翻 第一个翻翻呢是提出来要GDP翻翻 第二个翻翻呢是提出来这个居民平均收入要翻翻 这是具有很重要的一个积极意义的提法 最早提出来这个翻翻 如果回忆的话是日本人 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搞了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这个第一次提出来一个翻翻的概念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 邓小平首先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来一个翻两翻的概念 就是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两翻 那么当时提出来到上世纪末翻两翻这样一个概念 实际上是借鉴了六十年代日本提出来的收入倍增计划 那样一个概念 日本呢是在六十年代十年使他的收入倍增 那么中国提出来这个邓小平提出来 二十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中国的GDP要翻两翻 那么后来在这个九十年代 中国的这个政治领导人是江泽民 江泽民的任期之内呢 就是努力的在实现邓小平当时提出来的饭两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呢 2002年十六大以后 胡锦涛成为中国的这个主要领导人 那么他提出来的一个翻翻 是讲的人均GDP要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里翻翻 这个人均GDP翻翻和GDP翻翻或者翻两翻呢 没有本质的不同 只不过人均GDP翻翻要求比这个GDP翻翻更快一点 GDP十年翻翻呢 只要能维持年均增长7.2%的速度就可以了 但是人均GDP翻翻呢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 还要求考虑人口增加的因素 所以这个年均增长速度呢 要比7.2%快才可以 那么在上个世纪十年 这个人均GDP翻翻也实现了 那到了十八大第二个十年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 那么这个习近平呢 提出来的是两个翻翻 除了GDP翻翻之外 还提出来居民人均收入要翻翻 那么如果我们只看第一个翻翻的话呢 就是这个GDP翻翻呢 它是一个纯经济的目标 很简单 就是讲GDP要增加一倍 为什么我们这个邓小平在当初提出来 GDP要翻两翻 只提出一个纯经济的目标来呢 就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太落后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 不仅落后于美国欧洲日本 而且落后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我们管这四个经济叫做四小龙 当时我们还落后于泰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我们叫这四个国家是四小虎 如果现在说中国还有哪些方面 需要学一学泰国 学一学印度尼西亚 学学马来西亚 我们还福气 如果说现在中国还不如菲律宾 不如印度尼西亚 恐怕没有人同意 但是在当初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我们是叫人家是四小虎 所以邓小平当时提出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步走 第一步这个翻两翻 就是一个纯经济的目标 那么到了这个十八大以后 我们不仅提出来GDP要翻翻 更进一步提出来居民收入 居民的平均收入要翻翻 这个居民的平均收入要翻翻 它就不简单 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总量 增长的问题 它还牵扯到其他一些问题 至少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经济的时候 在研究人均居民收入要翻翻的时候 还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 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呢 如果想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翻的话 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总量要增长 这个GDP继续翻翻呢 是居民平均收入翻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是仅考虑这样一个基础还是不够的 还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我们要考虑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 一个最大的经济结构就是投资和消费 这样一个经济结构 这个经济结构在中国过去的情况 甚至包括现在的情况 是我们认为投资所占的比 占GDP的比例过高 而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来说偏低 如果我们能够调整这样一个经济结构 适当的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 是有利于居民平均收入提高的 那么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收入分配结构 中国现在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我们现在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基尼系数 已经是0.47了 超过了这个0.4所谓的紧接线 一些其他的研究机构 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个调查书记计算 甚至有说中国的GDP 中国的基尼系数 已经高达百分之0.6%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 制止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 甚至把基尼系数有所减弱的话 那么通过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 可以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平均收入 那么再下来一个因素呢 我们要考虑宏观调控的效果 宏观调控的稳定性 如果居民收入增长了2% 而CPI增长了3% 那么居民收入那种有限的影响 已经就被这个价格的上涨抵消掉了 所以呢我们十八大提出来的这个任务 告诉我们还要考虑宏观调控的稳定性 考虑宏观调控的这个有效性 避免出现过多的价格上涨 把居民的收入给冲销掉 再下来呢就是要考虑改革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能够取得现在这样一种成绩 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 那么完全靠的是改革开放 没有改革开放的话呢 中国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 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改革开放 这都是大家的共识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这个改革开放的步伐 很少有人满意 人们都讲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但是对于改革开放的进展 都是不满意的 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改革开放 就是改革开放 中国是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条件 也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时候 我们采取一项改革措施的话 不会有人因为这项改革 而损失利益 他最多没有得到好处 但是他不会损失利益 所以在这个70年代末的时候 我们要求进行改革开放 我们要求进行改革开放 阻力要小 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改革 那么改革三十多年以后到现在 这种帕累托改进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我们现在要进行某一项改革 这个改革的总体效应肯定是好的 但是它必然会带来现有的利益结构的调整 就是说有的人有的阶层或者有的集团 会因为进行某项改革 他们的利益要减少 因此呢现在改革的阻力要比这个 当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 开始推行改革的时候要大 也就是造成我们现在这个改革的难度 那再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要考虑这个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 居民收入是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计时的收入 你的劳动工资啊这样的一些收入 还有一种呢就是财产性收入 那么在中国呢应该讲 在2002年十六大的时候 我们在十六大的报告里 已经提到了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但是这个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啊 在这方面做取得的进展 显然是不能够令人满意的啊 那么要想这个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首先居民就要有财产 而中国的居民的财产相对来说是很少的 而且居民的财产的结构也是不合理的 我们希望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那应该更多的是去增加居民的非银行储蓄性 金融财产收入 那就是需要我们的居民有比较多的非银行储蓄性 但是实际情况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西南财经大学他们有一个小组啊 进行了这个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啊 那么这个工作呢做的是很细致的 我在这里呢就引用了一些他们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啊 他们的调查结果比如说这里是讲的农村 这个人这张表是讲的农村居民的这个财产的状况啊 那么在这个表里头呢呃可以看出来 农村居民的这个金融财产金融资产只有31个单位啊 而非金融资产呢是123个单位啊 这个房屋呢住房的这个资产呢是223个单位 因此啊这个如果我们讲中国的农村居民的平均家庭资产是377个单位的话 那么它其中的金融资产只有31个单位 也就是说金融资产不足总资产的十分之一 这个是太少了是吧 那它的大头是什么最主要的资产是什么呢 是房屋啊 这一个讲的这一张表呢讲的是这个 城市居民的资产的情况是吧 城市居民的金融资产大概112个单位 非金融资产呢是1400多个单位 房屋的资产呢是930个单位 因此可以看出来这个城市居民的平均资产是2500个单位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金融资产只有100个单位多一点 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城市居民的金融资产占它总资产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是相当低的 因此有一个这个平均的数字 就是说中国居民的资产的构成 房屋所占的房屋资产所占它总资产的比例是超过了70% 而金融资产占这个中国居民资产的总比例只有5.3% 而美国的居民的这个金融资产呢会占到它资产的15%以上 所以说通过这个他们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呢是说明中国的这个居民的资产呢 特别是金融性资产能够带来比较稳定收益的这个金融性资产相对来说比例偏低 我们再看这个金融资产有限的金融资产里它的构成也还有它的这个不合理的情况 比如说在我们居民的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性资产占了一半还要多 占到57% 57.75% 而美国这个居民的金融资产其中的银行储蓄性资产只占12%多一点 所以呢可以讲这个中国的情况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少 重视不够 是因为中国居民的财产相对来说少在中国居民的财产中有更多的是房屋这样的资产形式 金融资产相对来说要少 而在有限的金融资产里面呢又是收益率相对来说最低的银行储蓄性金融资产多 而收益率可以高一点的非银行储蓄性金融资产又少 所以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要 要还要注重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十八大提出来的这个要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啊 这样一个任务的提出和以前邓小平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那个时候单纯的讲经济总量的翻番或者人均经济总量的翻番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的意义 就是我们在谈到居民收入居民平均收入要翻番的时候 你除了经济总量增长这个考虑之外 你还要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 你还要考虑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你还要考虑宏观调控的稳定 还要考虑改革的继续推进 还要考虑如何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有利条件 就是说十八大确确实实给我们提出来一些更多的考虑 来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它和以前我们更多的只是去考虑经济总量是有不同的 第二个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现在有利的这个条件呢 应该是说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 我们的出发点 现在的出发点 比三十年以前 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个出发点要强的多 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讲 一个呢 就是 这些年 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 是接近百分之十 这样一个速度呢 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三倍还要多 这是我们的一个成绩 那么2012年呢 中国的GDP的总量达到了接近52万亿元的这个水平 是吧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计算的话 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 已经是三万八千多元的人民币了 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的话 中国的人均GDP去年已经达到了六千美元 还要多 大概算下来差不多是六千 六千一百美元 这个和邓小平当时提出来的 小康的标准已经是太高了 邓小平当初提出来改革开放三步走 第一步是说到上世纪末 人这个GDP翻两翻 是吧 那么第二步呢 邓小平是设想到2020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美元 那当然是1980年的价格 现在我们的人均GDP呢 已经这个达到了六千美元 这样一个水平 而且我们的财政收入 去年的财政收入 已经是2007年 就五年以前财政收入的2.3倍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我们的经济结构也有所调整 我们的社会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这里讲我想给大家介绍这样几个数字 一个呢就是2012年去年 我们首次实现了财政的这个教育经费支出 赚GDP的比重达到了4% 这个是你像复旦大学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大专院校 可以明显的感到现在学校里的这个经济状况 经济条件是大大的改善 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教育经费的支出 赚GDP的4%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保障房的建设 在中国保障房的建设 有这样一个数字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全国累计的保障住房是1800万套 那么今年的任务呢 是要新开工630万套 要建成470万套 如果今年的保障房的任务能够完成的话 那就意味着今年年底 中国的保障房累计达到2500万套 这个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够做到的 还有一个数字呢 就是中国的R&D的这个投资 投入去年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 那么现在中国对于这个R&D的投资 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97% 这已经是这个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这个投入的水平了 再下来呢就是这个居民收入水平的这个提高 最近呢我们也是做的比较好 去年城镇居民的人金收入提高了9.6% 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了10.7% 这样一种提高呢 两种居民收入的提高水平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水平 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80年代90年代 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明显的低于经济增长的水平 那么从2012年开始呢我们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了 这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还有一个值得一讲的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来 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已经快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了 去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0.7% 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是9.6%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均这个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比如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的比是3.33比1 到去年呢降低到了3.10比1 虽然这个差距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还是很大 但是毕竟出现了逐步减小的一个趋势 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情 此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方面和资源节约方面 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出发点 据介绍现在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已经超过国土面积的20%了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成绩 在过去的几年中呢 我们的这个节能减排的完成任务的情况 都比年初的预期指标要低 要下降的多 这是第二个中国面临的有利条件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比较好的基础 第三个现在面临的有利条件呢 就是在外部环境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呢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比较有利的机会 在政治方面的这个比较好的环境呢 就是现在维护和平制止战争反对霸权 这样一个力量是在上升的 应该我们讲和平和发展仍然是现在时代的主题 国际形势呢基本稳定 是有利于我们的发展的 就是说政治环境是有利的 经济环境呢 这个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现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刚才Scott教授讲的这个PPP 也是某种形式的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那么就是这个大的趋势是有利于这个中国发展的 在科学技术方面呢我们也要注重它给我们带来的哪些机会 因为经济危机往往都是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 而科技革命呢必然会带来新的产业革命 这都是中国应该抓住的这样一些机会 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到倒逼 我不知道倒逼这个词在英文里怎么讲 宋教授倒逼怎么讲合适 这个倒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外部环境 国际环境和现在是不同的 现在和过去相比外部环境是有新的特点 新的这个变化趋势新的规律 这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规律 我们如何去理解它如何去适应它来办好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对外开放 我们以前呢是希望什么 我们以前是希望多出口 希望多引进外资 希望多到外面去投资买资源 但是新的这个外部环境 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更多的去出口了 已经不允许我们更多的去指望外资了 而是新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干什么呢 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内需 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促进自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这个是习近平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 那么根据这个思想呢 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样搞好我们的宏观调控 以怎么样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来搞好我们的宏观调控 从上个世纪末 亚洲金融危机开始 到08年09年美国金融危机 以及最近这一两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这三场危机中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学习了很多东西 在美国金融危机和这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国的宏观调控得到国际上一片赞扬之声 说中国做得好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赞扬中国什么东西呢 赞扬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 说中国人民币不贬值好 对世界经济有贡献 那么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赞扬中国什么东西呢 是赞扬中国的4万亿的投资计划 说这个4万亿投资计划不仅救中国 而且还要救了世界 但是这两种赞扬最后都使我们吃亏了 人民币不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人民币不贬值 结果给我们搞得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大大的下降 那么迫使胡锦涛要提出来抓住战略机遇期 是因为世界经济都好了中国没好上来 这个4万亿的计划呢 最后给我们带来的什么问题呢 很快的就出现通货膨胀 而且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是产能过剩 那么这两个问题的出现 都在某种程度上和4万亿计划的执行是有关系的 那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 世界上再没有赞扬中国了 而且甚至是对中国的一些抱怨 complay中国说中国的计划哪去了 为什么再没有计划 所以恰恰是这样一种抱怨 使得中国到现在来看的话 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后遗症 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啊 现在有所减缓 但它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 它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没有采取什么动作 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些这个认识和学习 特别是你体会一下这个习近平讲的这个倒逼机制 对于我们以后做好自己的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今天上午是那个主持人评论方星海讲 太多的时间讲这个好条件 太少的时间讲问题 我也是这个样子吧 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的问题呢 现在大概主要是这三方面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是这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腐败 腐败呢 这个面在扩大 涉案的数量再加大 以至现在提出来要老虎苍蝇一块大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问题呢 就是收入分配不公 这个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社科院有一个学者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 他提出来啊 现在的这个收入分配不公啊 不是讲的富人的钱太多了 这个穷人的钱太少了 这种不公 而是居民啊 获得财富的机会不公 就是和这个腐败问题是联系着的 这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我们的污染 环境污染 日趋严重 所以又要讲大问题 中国现在面临什么 大概是在政治方面 是腐败的问题 在这个经济方面 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在这个环境和资源方面 是这个污染日趋严重的问题 好不好 我看我的时间大了 宋教授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